今天我们到的这 等一下把它炖了 今天我们到的这个村都是种枇杷的 像我们身后这种野双的枇杷 就是这种没有包的 是用来干嘛的吗 做枇杷糕跟枇杷罐头 这个村做的枇杷罐头特别出名 我们今天去学一下枇杷罐头是怎么做的 留着夏天喝 现在早上8点 我刚到这个村了 你看枇杷已经在下去了 我这里屋边还会有一个白天 这种很好吃 这是丑丑的 今天我们打算做200罐 从找做到晚 然后这个村里很多老人 这家拨 拨着拿去卖 他们那个拨好的是怎么卖的 一斤才三块多 一斤三块多 一根黑狗 25分钟 这有几好呀 你们华庭有什么好玩的 嘴口的嘴口 嘴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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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嘴 咕嘴嘴 注意 啵嘴 嘴嘴 奶奶真的很勤奚 年年来都在这个位置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纸给它创掉 还有包饭 所以等一下要更卖力的剥琵琶果 我觉得坐在这里真的很好 真的好适合养老 你看在这吃 看在前面的山 我现在要在这个玻璃挂里面放这个维希片 给它洗一下 然后就可以下灌 它这个分量放还挺多的 加满让它把空气自己浆是吗 拿着来 都拿转那个口而已 蒸25分钟 很漂亮 这个枇杷罐头 就是可以放一年 越放越好吃 它这个现在刚煮出来 是不能马上吃的 要放一周以后 我们才会去吃 一个月以后 它的口感可以达到最佳 夏天天热了以后 你放冰箱去冰着 太好吃了 这个已经做了 有十来天可以吃了 我们馋一下 这个会越热翻越甜 有十来天